我家的水果有什么 芒果 黄色 西瓜 绿色 西瓜不是红色的吗 可是西瓜皮是绿色的呀 你们说的都对 游戏继续 我家的水果有什么 枣梅 红色 迷糊桃 绿色 葡萄 红色 熊妹你错了 葡萄是紫色的 不是的 葡萄有很多颜色 有红色 紫色黑色还有绿色 都可好吃了 白雪说的对 熊妹的答案是对的 游戏继续 我家的水果有什么 菠萝 黄色 牛油果 牛油果 我不知道牛油果是什么颜色 贝尔没有答出来 游戏结束 白雪熊妹大宝 每人一颗小红心 耶 我有小红心了 我真的不知道牛油果是什么颜色 小朋友们知道吗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第二关常识问答 世界上最高的山峰是什么 周末兰满峰 角中镜是应该带凹透镜 还是秃透镜 凹透镜 陆地上最高的哺乳动物是什么 长久落 肚子上有口袋的动物是什么 是大鼠 全部回答正确 下面从贝尔开始 什么星指示北方 北极象 草莓身上的斑点是它的种子吗 我不知道 我才知道 大宝回答正确 草莓身上的斑点就是它的种子 什么 居然是真的 居然是真的 好神奇哦 下一题 非洲有狼虎吗 我知道 没有 回答正确 西游记中 唐僧师徒四人一共经历了几难 1981难 你们知道的都好多啊 看来难度要升级了 白雪 你知道四大发明是什么吗 造纸书 活字印刷书 火药指南针 回答正确 世界上的四大羊分别是什么 大平洋 印度洋 大西洋 北冰洋 魂房四宝是什么 是笔墨指约 下一题 中国古代四大美女是谁 我知道 是西施 王昭君 貂蝉和杨玉环 白儿姐姐你好厉害呀 我也是听我妈妈说的 你们都答对了三道题 奖励美人三颗小红心 现在 白雪 熊妹大宝有四颗小红心 贝儿有三颗小红心 哇 你们的小红心怎么都比我多呀 我要加油了 地球上的七大洲分别是什么 请抢答 我知道 有亚洲 欧洲还有 还有 还有非洲 北美洲 南美洲 大洋洲 还有什么洲 我怎么记不起来了 白儿姐姐加油 你一定可以的 熊妹 谢谢你 我想起来了 是南极洲 回答正确 大宝答出了两个 贝儿答出了五个 贝儿获得一颗小红心 太高了 我也有四颗小红心了 现在你们达成平局 如果谁能答对最后一道题 谁就是这次比赛的冠军 请听题 营养最全面的食物是什么 我知道 是牛奶 牛奶有很多营养 不对 是鸡蛋 妈妈让我每天都吃一个鸡蛋呢 你们说的都不对 应该是薯片 我每天不吃薯片 就浑身不舒服 他不好 我看你就是嘴茶 那你说是什么 这 我也不知道 其实白雪和熊妹 说的都有道理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是牛奶还是鸡蛋呢 觉得是牛奶的 在评论区发送111 是鸡蛋的 发送222 喜欢这个视频 就点赞关注我们 记录游 孩子们 我们到冰山了 你记得很 我是冰山宝宝 你们要是能回答对我一个问题 就可以获得神奇冰山礼物 我得喜欢礼物了 好 那么请听题 冰山上有什么花最美丽 冰山那么冷 怎么可能会有花呢 难道是雪花 大姐姐 什么花是雪花呢 那是什么花呀 我知道 我在书上看到过 是雪莲花 雪莲花开在冰山上 非常美丽 恭喜白雪大队了 这个雪莲花就送你了 原来是雪莲花呀 是的 冰山上冷坐骨 雪莲花有二骨 谢谢冰山宝宝 我们要到草原去 我一下子在了冰山 哇 这是牛奶 有恐怖的牛奶 嘿 小朋友们 欢迎你们来到草原 我是草原精灵 我要问你们的问题是 这里的牛奶吃了什么这么肥 干把这些低数片 不对 应该是糖醋鲤鸡 糖醋白骨 熊妹大宝 羊羊是不会吃这些东西的 就是 牛羊怎么会吃这些 这些东西那么多吃 牛羊怎么会不喜欢呢 这些是你们喜欢吃吧 牛羊当然是吃草了 是的 草原上 五哥菲 青草味的牛羊肥 恭喜贝尔达这道题 这个青草蛋糕送给你 哇 这就是懒羊羊喜好的青草蛋糕呀 孩子们 让我们快到下一站吧 羊羊羊是什么呢 这里好热 嘿 欢迎来到美丽的沙漠 我是沙漠汉字宝宝 你们知道沙漠里面什么植物最坚强吗 沙漠什么都没有 是什么植物呢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沙漠里面什么植物最坚强吗 沙漠汉字anno 是仙文航 不算不算 是小朋友告诉你的 我要再加一道题 什么树可以长在沙漠 除了街上长 还有什么树可以长在沙漠呢 小朋友们 知道的 把 peu eye漠到评论区吧 有狐羊 呀 还有什么呢 我知道 有狐羊 黄冠棍树 佛笃树 花棒 好多好多奶干汉的树 都可以长在沙漠里 恭喜姐姐 你觉得很多呀 因为我喜欢看十万个为什么 回答正确 给你们一人一个沙漠环保勋章 耶 我们有沙漠环保勋章了 小朋友们 要爱护环境多种树 我们现在出发去田野吧 好 好漂亮的田野呀 比树上的好看许多 田野里 金灿灿 沈木河儿最好看 我是田野汉子宝宝 你们知道田野里什么花最好看吗 这个我知道 田野里 金灿灿 有菜花开的最好看 熊猫 你是怎么知道的 是我妈妈教我的 回答正确 送给你油菜花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去哪里旅游呢 喜欢冰山的 拜托伊伊 喜欢草原的 拜托阿阿 喜欢沙漠的 拜托333 喜欢田野的 拜托444 关注我们 下一期 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打什么饭 什么 可是我们的衣服上有很多颜色呀 所以你们可以吃到各种食物 白雪 你身上有蓝色红色和白色 给你吃米饭红烧肉和蓝莓 哇 有主食肉类和水果 太好了 王后谢谢你 熊妹衣服是黄色棕色和白色 给你吃香蕉牛排米饭和巧克力 什么 我最不喜欢吃香蕉了 王后 我能吃什么食物呀 嗯 你的衣服颜色和熊妹是一样 也给你吃香蕉牛排米饭和巧克力 哎呀 这些菜都好腻呀 能不能换成别的 不行 给你什么就必须吃什么 好吧 王后 我的衣服是浅蓝色深蓝色和白色 我能吃什么食物呀 大宝 给你吃蓝莓蓝虾和米饭矿泉水吧 什么 我不要吃这些东西呀 王后阿姨给我打的饭都是我不喜欢吃的 我也是 我最不喜欢吃香蕉了 牛排和巧克力的热量又很高 我天天吃这些东西我肯定会长胖的 我才是最倒霉的 王后阿姨给我打的饭太少了我都没吃饱 这个怎么办 有了 我们把衣服换成喜欢的食物的颜色不就可以了吗 好主意 我们快去换衣服吧 白雪 给你吃蓝虾米饭和苹果 哇 太好了 兄妹 你换衣服了 是啊 王后可以给我打饭吧 好吧 你穿红色的衣服给你吃红烧肉苹果和西红柿 不要苹果和西红柿 我要三份红烧肉 熊妹 只吃肉对身体不好 我不敢 我就要吃 好吧 给你三份红烧肉 太好了 我要吃药七哥哥 王后 我的衣服是棕色的 我要吃很多很多的巧克力 其他的都不要 好吧 给你 王后 谢谢你 我爱死你了 贝儿 你的衣服是绿色的 你要吃什么菜 我当然要吃绿色的蔬菜了 菠菜 芹菜 油麦菜 我东东都要 好吧 给你 太好了 终于吃到我想吃的了 哈哈 医生 我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的牙齿好疼啊 你们别着急 一个一个来 熊妹 你是因为吃太多肉不吃蔬菜 还不运动才长胖的 什么 那我以后不能吃药了吗 不是的 我是说你不能只吃一样食物 好吧 我知道了 大宝 你是因为吃了太多的巧克力 还不刷牙才会牙疼的 以后要少吃点甜食 什么 不要啊 医生 你可看看贝儿姐姐怎么了 刚才她突然就晕倒了 我看看 她是因为只吃蔬菜 营养不均衡才晕倒的 回去多吃点有营养的食物就可以了 我知道了 医生 谢谢你 贝儿姐姐 我知错了 我要向你学习 以后再也不挑食了 我也是 小朋友们 你们也要均衡营养 不要挑食哦 从现在开始 说每一句话 都要以我友当开头 这还不简单 哈 我有个黑暗魔王被淘汰的提示 啊 我拯救 我有信心成为大赢家 我要点头信黑暗魔王 我有赢个大宝的决心 大家都这么厉害 这一轮什么时候能结束 我有个提议 什么提议 哦 哦 黑暗大宝 我有被白雪的画忽悠的 我有点得意 我有点想认输 我才不会上当 哈哈 我赢了 第一轮贝儿获胜 贝儿可以指定其他人的惩罚 我竟然上当了 我想让黑暗魔王变成爆炸头 白雪长胡子 行为道理 大宝马就变成小老鼠吧 我玩不过你们 我不玩了 黑暗魔王 别走啊 你走了我就是最后一名了 第二轮就用昨天当开头 而且难度升级 要记得上一个人说的话编故事 我先来 昨天我见到王墨来投花王谷 在哪在哪 我怎么没见到 好行 我也差点问出来 昨天我听说王墨迷路回不去呢 昨天我带王墨找乌婆婆帮忙 昨天 乌婆婆说他也不能送王墨回去 昨天 王墨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 你胡说 昨天 王墨没有说白雪是他最好的朋友 谁想我和熊妹了 这次一定要赢 昨天 王墨要请熊妹去耶罗莉世界 昨天王墨真的要求我了吗 可惜熊妹竟然没有上当 昨天王墨还说要送熊妹耶罗莉裙子 昨天 我已经说到王墨送我的裙子了 我怎么不知道 不可 你来说我赢了 小妹贺胜可以指定惩罚 我想让白雪今天说话只能喵喵喵 喵喵喵 贝尔冰成书一天 只能把想说的话变成书里的字 大宝 就多到一只小老鼠吧 喵喵喵 别追我呀 毛巾老鼠鼠很害怕的 老师 我是贝尔 我饿了 可是书应该吃什么 哎呀 这本书真奇怪 作者还是贝尔 难道是贝尔的日记 哎呀 幸好我跑得快 没有继续跟他们玩 小朋友们 喜欢这个游戏吗 你们想用什么的开头 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下期再见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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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小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